中国大陆互联网快速发展 不管是通信消费 只要一只手机全部搞定 不少业者也透过互联网外卖争取客源 不过网络价格和实体购买相比 真的比较便宜吗 根据中国大陆媒体报道 有不效外卖业者抓准消费者线上订购的习惯 调高网络餐点售价 即使消费者利用优惠购买 还是和实体店面价格相差一倍之多 有商家承认调高售价 但也便捷网络平台业者会额外收取服务费 中间价差只是反映成本 有商家就直接当场算出两者差异 常吃100元 成本70元 净利润大概25块钱 外卖100元 成本60上 净利润20块 剩下20块钱 平台服务费乱七八糟的都收走了 对于标价不一的现象 各家网络平台订定的规范也不同 但对于如何监控商家 他们也拿不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对于这类消费纠纷 法律界人士认为 商家可以合理调长外卖价格 不过必须告知外卖和实体差异 保障消费者权益 对于部分商家在外卖平台的推销策略 发现人士则质疑 又误导消费者嫌疑 欢迎新闻 吴皇杰综合报道